凡事就一定是拘捕 你拘捕就拘捕 你拘捕就拘捕 几个人可以追过村民 不可能只是拘捕我们的村民 你不认为白鱼黑鱼 你拘捕就拘捕 但我们香港是他 他不理他 黑鱼 黄鱼 白鱼 他不认为村民自发 最主要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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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社会 这是最错误的 没理由我们村民就是黑社会 我们每个村民都不认为黑社会 其实我都不认为香港人 但是我们不表达我的意见 或者无论出国的心声 下下我是吃死马 好像昨天整个元朗 散完了 不是我们造成的 是黑人拍门拍照 叫人生门 搞到元朗比日本仔时代 搞到元朗比日本仔时代 大家有没有看不到的 那你那帮暴徒 跟着又在网上做一些拼图 又在高度接受几人方议之后 令到来浪费起来 这方面 真是对这方面非常贫困 就是希望公警安 能够直执办 办事的 一定是拘捕 我们都是大压力对暴力的 表现我们乡民九四会 乡民都只是故意为组一 那我们都是反对暴力的 我们都是同样的 就是一次同样的 有点 sage 是 别的 没有 有点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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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擔心 警方一定會依法下事去取證 所以總之希望大家對我們警方的信心 支持元朗受到元朵 沒錯 但最重要的是查明 如果真的有犯法的 你要拘捕他 如果調查完之後是沒有犯法的 麻煩你警方的犯法都說 為甚麼呢 因為你知道的 程序上可能會拘捕很久 然後又會在這裏跟他拘捕 反正放人 這些方面希望真的正確去執法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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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補充的東西 希望警方就不要犯不反對的東西給人家 之後他都會互動的 如果你落元朗 這樣的情況之下會製造的製造 說真的 如果你批評這件事 我們一定是守著我們 這個必然的 是我們磚口裏附附影相 今天發生事 拍照 剪斷了 今天在街市 周圍都要簽了 這件事都是他們的 是不是都好 這些是沒有提的 我們沒有提的 我們一定要幫人 不是嗎 保衛家園 保衛家園 抗議警方偏太黑議員 抗議警方偏太黑議員 強烈要求警方保護元朗鄉民 強烈要求警方保護元朗鄉民 強烈要求警方拘捕敗合手 好,看中間 麻煩你 向警方交了不法律通知 警方方面也是對這個遊行路線比較緊張 需要明天再開一次會才可以確定到 不法律通知書上面的路線 以及各行事行 剛剛亦都等文件 所以我也先出來了 警方有沒有說對路線擔心 是講到哪方面的擔心? 警方最主要擔心的路線 就是關於輕鐵的部分 但其實我都跟他們說 港島區這麼多次遊行 其實電車也封了這麼多次 所以我相信那邊不會有太擔心 警方會不會擔心有一個衝突事件出現? 因為我們申請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基本上我們都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 去做反對這個恐怖主義 以及去告訴香港人知道 其實721元朗是一個恐怖襲擊的事件 所以我相信警方不會反對人 去反對這個恐怖襲擊的 想問一下警方主要那個擔憂 就是擔心的路線 還是什麼? 可以裁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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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裁判的方法嗎? 在這個前面來說 警方最主要是路線和輕鐵的問題 就是說普通市民的交通問題 但是我亦都跟警方很清晰地說了 就是說其實這一次721元朗恐襲 已經不再單純是一些很簡單的民生事項 我相信真正的元朗人 好像我那樣 一個真正的元朗人 是亦都會明白 而我們亦都說的時間可能是兩三個小時 那我也都刻意地退後了 就是將起步時間 比平時集會的時間退後了一點點 所以我相信也都不會太大問題 想問一下你們的遊行路師 會不會走入或者走近一些圍村 會不會擔心這次的遊行 就是會觸發一些衝突 我剛才正如大家記者平時都看到 我的路線基本上就是沿著這個大馬路 向這個元朗西鐵站的方向走 沿途就是整條路就是大馬路 所以我們也都不希望有一些不愉快的場面發生 或者其實我想沒有一個香港人 希望元朗再受第二次的恐怖襲擊 又或者是香港歷史裏面第三次恐怖襲擊 我相信不希望有任何人希望這件事發生 警方有沒有加強保護 沒有 其實警方在現階段都認為 根據剛才的意思 他們都認為只不過是兩班市民的衝突 而涉及黑社會的衝突 我也都跟他們很認真地說了 就是說這次是一次恐怖襲擊 至於交通方面都真的要明天才跟他們再溝通到 你自己申請是不是走兩邊的大馬路 就是連同輕鐵軌道 輕鐵軌道我相信 我都建議大家盡量不要走 原因是因為上面有電量 電壓和電車不同 另外路軌也有很多信號系統 還有我暫時申請 只會用北行線 至於如果到時候有市民 太多的市民 可能全香港說的是幾十萬的市民 進來元朗的時候 我相信不僅僅是大馬路 可能其他的路都要開 剛才有一班香港的村民都進來了 我絕對不擔心這個遊行被人襲擊 如果再有人襲擊我們的話 我相信這個我們可以定性為 元朗第二次的恐怖襲擊 香港不可能承受多一次的恐怖襲擊 剛才有一些元朗的村民來到這裡 就說希望警方不要發不反 來通知書給他們 還有他們聲稱會保衛家園等等 那你怎樣看他們這個做法 我很希望他們留在他們的村子 保衛他們的村子 剛才你有沒有說到 一些很實質的保安問題 就是會不會擔心 可能遊行完之後 你們終點是元朗西鐵站 記不記得再被人 在元朗西鐵站伏擊 那他們有沒有答應 會在西鐵站裡面加拳警力 警力這方面 剛才沒有討論過 所以我 但是警方也都有顧慮一件事 就是說 遊行在西鐵站那裡 會不會跟早兩晚的事件 那個地方太近 但是我也跟他說了 就是說 因為我是在西鐵站下面 正正下面那裡 是完結的 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市民 是絕對安全地可以上西鐵離開的 想問一下 其實你們自己 或者警方有沒有預計到時候 那個興鐵其實都不能夠再 就是要停止 還有就是去到終點的時候 會不會有集會 還是大家有 去到終點有集會 去到終點的時候 我是拿個不反對通知書 是到晚上11點59分的 那我相信市民也都會希望 是建個連動牆 或者有其他的情況 所以那個不反對通知書 我是申請到23點59分 但是集會的地方是哪個 是西鐵站下面 就是兩排這個商店那裡 那裡其實那裡也有個巴士站 也都有個公共交通交回處 那我相信那裡的集會地方 不會是問題來的 那興鐵需要暫停服務呢 你們和警方的情況 真正的交通安排 是明天才是和運輸處 和地鐵方面開會 那但是我相信 MTR作為其中一個受害者 也都有人說他們是加害者 那我相信 地鐵公司方面 也都會有適當安排 那最近有沒有什麼共識 今天的共識就是 7月27號 下午4點鐘 我們就會香港人 對抗這個恐怖主義 就會在元朗集合 然後一起走去元朗西鐵站 你有沒有預計的人數 會是多少籌民 你們其實有沒有安排到 有多少工作人員在狗賊 狗賊那裡暫時未討論到 因為警方根據剛剛上次 上水那個光復上水行動 以及根據紅磡那個 他們都用了一個新的模式 即是新的程序去做 所以暫時未討論到這方面的問題 但我完全不擔心 糾賊或者各方面的問題 其實那個地點很接近 南邊圍村 如果到時那些示威者 真的進了村 或者上次走去那個方向 你們會怎樣處理 還有會不會有足夠的 或者你們預算 會有多少狗賊到時候 去到時為止 我預算我自己找到的 我想應該有大約100個左右 我們糾賊的方面 也會盡量跟一些遊行人士說 如果你不參與集會 你完結的 那你是可以上回西鐵站的方向 當然所有遊行人士 他遊行完之後 去哪裡去吃飯 去逛街 我們其實完全控制不到 剛剛何君義的家庭 被人破爛了 擔不擔心這件事會影響到 星期六的遊行 可能再脫掉更多的問題 我想這個和遊行是兩件事 這個好人就會有好報 壞人就會有壞報 那如果搞了自己的 過了身的家人 我想他應該要想起 他自己做錯甚麼措施 可不可以再重新多次 這次遊行的訴求 這次遊行的訴求 其實就 麻煩大家等一下 我 看回那個 不好意思 這次遊行的訴求 就是光復元朗 香港人 我們是用行動 所有人出來行動 去回應721 在元朗西鐵站發生的 元朗恐怖襲擊 並且要求政府回應 下面兩個問題 第一 政府是否承認 721元朗恐襲 是一次跨境的恐怖襲擊 第二 我們要求香港政府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721元朗恐襲的真相 另外就是 我們會希望打擊 抗議這個跨境的恐怖主義 另外有五大要求 已經不是訴求 我們已經是一個要求 另外就是遍地開花 不遲不散 這個就是遊行的重點 在你們眼中要求 是訴求什麼分別 訴求的意思就是一個 其實不是我們的 網上那麼多的朋友 一個訴求的意思就是說 我仍然是需要求他 求他給他給我 但是我相信在現在 經過了721恐襲這件事之後 我們是不可能再用訴求 是用要求 去政府切實回應我們的五大的要求 可不可以說回 為什麼會認為721的人 是一個跨境的恐襲呢 很明顯根據無論是美國的 美國國務院的 關於恐怖襲擊的定義 英國甚至乎我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恐怖襲擊的定義 其實721的元朗恐襲 是一件完全是符合 恐怖襲擊的意思的 另外我回應回 剛剛那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有跨境呢 因為有充分的證據顯示 由大埔連儂場開始 是有一些 不是操我們本地畫的人 穿白色衣服的人 是有組織 有計劃地去執行一些恐怖的活動 所以這一次很明顯 是一件跨境的恐怖襲擊事件 有網民就說想28號崛起遊行 那為什麼最好他們會受受 不是我決定的 其實或者講得清楚一點 我只是幫網民 去進入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因為我自己在元朗出生 我自己在元朗長大讀書 我不希望再見到 元朗有這些恐怖襲擊的事件發生 當日會不會有些帳戶 帶水 帶一些基本遊行我們知道的物資 我相信這個服飾的指定 我不認為需要指定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什麼顏色代表什麼 但是我也都會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種顏色 好像我今天穿這件衣服 也都可以代表著 因為我們現在不單止 在講這個五大要求 我們現在最主要 這個光復元朗的行動 是反對和譴責 這個721的元朗恐怖襲擊 之前民政的遊行 其實警方在不反對通知書 都有一些限制和要求改 這次警方有沒有類似的要求 或者是怎樣才會 發不反對通知書 有沒有一些 剛才跟你說 暫時我未收到這個資料 就是警方未有這個表態 另外因為不反對通知書 都未出來 所以它添加了什麼 我都暫時回答你不對 那你有幾大信心 可以獲得不反對通知書 還有就是如果是警方沒有發出 不反對通知書 基本上其實根據聯合國人權不公約的話 所有人都是可以出來 表達它的意見的自由 而這個根據公安條例的 不反對通知書 其實只不過在97年 臨時立法會那裡 是因為某些政治的原因 而它突然間通過 如果它是不反 如果它是不發出 這個不反對通知書的話 我相信香港人 反對這個恐怖襲擊的香港人 我相信他們都會 懂得去做一些 他們應該做的事 而我一個人 也都會在四點半 在起點那裡 就算我自己一個人 我都會在那裡起步 你會不會用英文去講一次 這次的數目 你會講一下怎樣去 你會說這些數目 間中間兩名消費 其實是貿易的 那麼 Party 很好